玉菲 我这个月在工地剩了两万多块钱 我今天拿不来了 伯伯 我想死你了 你真美 陈玉菲 李乐 你们这小子干嘛穿进我房间 你为什么别来睡在一块啊 八蛋 你谁呀 关你什么事 你算了什么东西 李乐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我还是离婚吧 你只不过是一个有钱科的强天犯 而且还是个工地抽搬砖的 我仔细想了一下 你还是配不上 我们结束吧 玉菲 我的钱都在你呢 我现在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你要赶我走 房子是我们的 李乐空的自然不给你住了 但买房的钱是我出的呀 可是房子的名字写的是我成为 和你这个工地搬车的酒脚 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你带着多呆你 你都觉得脏 我的幸福呢 自然有富二代会给你 是你这种贷行都给不了 所以啊 我劝你 这么早把这个离婚写给签了 三年来 我为了抱臣与非父亲救我的恩情 忍受了他们的辱骂 是为了不离婚 现在 没必要了 老大 我们组织的人一直都在找你 听到消息说你在这儿 我就立刻赶来了 谁啊 组织现在群龙无首 需要一个新的手里 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蛤 看来少爷你还没有恢复记忆 这是一块特殊令牌 身份的象征 世界上只有九个富豪才有 密码是您的生日 您的资产一直都在其中 并未动过 您去银行就可以取付了 我生日 我生日什么 稍后 您申请所有资料 我都将会发送给你 大爷 你先忙我先去到银行 办点事 你别当孤子进了 后面还一大磕吃的水泥要帮 先坐坐 你该老帮 好 知道 龙虫银行也是你这种臭银行 能够进的 香巴老的为了呛吹了 靠滚 我是来办业务的 那你业务 就你这种臭银行 你业务也配来这儿办理业务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办业务 办理业务 就你这种吊子 配进大棚吧 相信这种烂蛤蟆想吃天下肉的 我可做多了 也配当我女非的前夫 这些吓死人了 这些吓死人了 刘少爷 您这边请 站住 我他妈真是来办业务 你算什么东西也可以来这里 怎么回事 我来办理业务 你是来办理业务 是从饭还是去 或者是其他 好 请你很小心 经理 您看他费什么话 看的日程不要过来 不可能在我们银行办理 查什么的话 你应该有带银行卡 能给我看看吗 黑色链牌 中间鑽石客户 保安的冒犯 是我服务不周 我和离开把他开除 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这中间的鑽石客户 实在不好一个 大了一个大量 对不起 死我了 我会亲自给你办理业务 你先上哪个 喂 行长 我们银行来到一名 钻石级别的口碑 请您马上来银行一趟 嗨 小姐 钻石用的级别很高吗 我们银行的卡是分级制度的 比如江鹏先生这张卡 是白银级别的卡 从款百万便可拥有 从款千万则是黄金卡 上利便是薄金卡 而黑色链牌则不一样 它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只有最顶级的贵宾富豪用户 才能拥有 什么 不可能 它是我前夫 我最了解不过了 它就是个群鬼 什么本事都没有 你们可别拍片了 在这上面输入您的密码 便可以查询到 银行的余额了 中特的钻石客户 我去给您的汽水 我去给您的汽水 你吃 就是汽水 汽水 那个 我今天只是查询一下余额 不取钱 没事 对了 要不留个联系方式吧 在附近有麻烦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吧 好 好 李伦的孙子呢 说好了早上把这座水泥卸完 他人呢 想不想干了 干物了公鸡 这个责任他负得起吗 李伦 他恐怕去忙其他事情了 跟他回来我帮他一起搬 反正这个任务我是已经交给他了 如果他完不成 我他妈够他两千公钱 大爷 回来 我他妈 我想起来了 我全都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 我以前是暗夜阁最强战士 零号 九年前 我蒙月入狱 被人人唾起 马车枪间反 出狱后 我加入了安夜阁组织 为了执行保护陈瑞的父亲的任务 出了意外失去记忆 后来 被陈与飞的父亲所救 我一定要继续执行三年前的任务 保护陈家 现在 血脸的目标是陈瑞 我接下来的任务 还是保护陈瑞 我本来不想多事 但是你还欠我一万块钱工资没有给我 今天你必须把钱给我借了 你他妈是不是不想干了 让你早上歇货 你跑哪趟去了 扣你两千公钱不服气 就给老子滚蛋 你他妈太不仗义了吧 我就算不干 你今天也要把钱给我借了 算个什么东西 还想不想在附近工地混了 老子他妈看你不爽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今天不干了我就是不干了 你把钱今天必须给我借 就你这个生活还敢这样说 行 不干了是吧 没问题 你说的东西滚蛋吧 至于钱 等上面结账下来的时候 我再给你 这是你自找的 喂 林经理吗 哦 对 是我 我在工地呢 这儿有个人 欠农民工的工资不给 您看 嗯好 我等您消息 你就一个穷屌丝 你以为你个电话有用吗 你装什么种 喂 林总 你怎么突然打电话 哎 我做的事 您放心 一定按规定时间内 给你保质保量的完成 你不用做了 要不怪 就只能怪你惹了不该忍的人 李哥 喂 喂 嘿嘿嘿 李哥 李哥 我我错了李哥 请你高抬贵手 我真的不知道 你会认识我们老板 哦 你供钱我马上给你截 截两五 你看 我只拿我该拿的 哎呀 看来 我得回前妻家里拿点东西 你又来干什么 我 我来拿东西 你能有什么之前的东西 滚滚滚 你再救抢我们一飞 我没有 我就是拿下东西 滚 这明明是我买的房子 我辛辛苦苦打工正潜伏的首付 你们居然就这样把我赶出来 既然你们无情 就别怪我不客气 记得陈以非是在一家叫做盛世的公司作为这儿 我 喂 林经理 帮我干嘛 我想收购盛世 没问题 今天之内我会帮你搞定 明天 您等着在合约上签字便可以了 李乐 你怎么在这儿 他说他是来上班的 老大 公司招了一个我特别不喜欢的丑男的好吗 来打他看厨了吗 你以后不用来了 还厨在这边干什么 赶一滚蛋 介绍一下 这位是陈瑞 陈总 老大好 李先生真是年轻有为 这么年轻就能全款收购我们 老板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他是男的公司当男的呀 一会儿这位李先生就是你的新老板了 你被解雇了 这什么意思啊 很简单 你不用来 啊 李经理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而且 之后可能还有很多需要麻烦你的地方 你看 我给你多少报酬合适 报酬的话就算了 您是取有黑色领牌的人 别说我们银行会无条件配合您 就是整个的态势 想要配合您的人也不在小时候 如果您真的要感谢我的话 偷手可以帮我一个忙 你说 晚上的时候 给我去一家餐厅吃饭 简单的说 就是假扮一下我们的朋友 这没问题 你说 你说 你为了躲避我们这些追求者 到网上随便找了一个这样的人 来当你男朋友 你要知道这个是五行星 酒店的餐厅 无论是妈妈或狗 都能进来 看你啊小子 你看你穿的什么样 刚从工地上搬砖回来吧 我有句话想问问 像你这样的货子 当别人男朋友一次 可以赚多少钱 不是 亲爱的 这儿怎么总有一只狗子这儿叫 想吃个饭就吃个饭 换个就吃 爸爸 是您 当初一面直门 您救了我就消失不见 我想要报恩 连机会都没有 没想到 您居然出现在 我举行的宴会上 三年前 听说您 在 认错了 怎么办 能老了 老眼崩坏了 居然认错人了 成位爷子 起来起来起来 他就是 林经理请来 假冒他男朋友的 到这儿骗吃骗喝的 他就一穷鬼一穷酸 您还说他是个人 你 滚出去 陈老爷子 我在外面就听到你在那儿 乍乍乎乎的 这位李先生 是我的朋友 便是今天的客人 我举行这个压会 本来是让你们年轻一代人来这儿交流的 不是让你来这儿 找麻烦真如人的 你 给我滚出去 你 你滚出去 没听懂吗 来 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儿 陈瑞 这是 爸爸 我认识他 他叫林乐 他之前 还全是收货了我的公司吗 陈小姐 我们之前见过 今天又见面了 别没大没小的 他是你爹的救命二人 陈叔叔 您不用太客气 随意点 你现在是单身 你看如玉怎样 如玉现在也是单身 要不你们两个试试 不用了 我现在 还没有从恋爱表现 来来来 看着如玉 看一眼 当年蒙元如玉 出来后 就为了保护陈瑞的父亲 夺被血连组织的杀手暗杀 最后失去记忆 这三年 我收尽了陈玉飞家的 白眼和辱骂 林哥 这回李乐吧 林哥 这回李乐吧 昨天 躲到我的面子 今天又到这装逼 我早就想弄他了 今天倒送下门来 什么 你要早就弄他 对 还不知道吧 林倩倩 找了这样一个乞丐 当男朋友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 林倩倩找了什么样的一个男 如果不是他的说 我一辈子都不会相信 林倩倩 将会看上你这样的货色 林倩倩 把他给打费 在那让他知道 什么是该做 什么是不该 两个事情 第一 打电话给倩倩说分手 第二 听他们说倩倩完了你的手臂 拿着手臂晚了 自己打断 否则你今天走不出这个门 我要是不能 小子 今天要我点点颜色看看 你还真不知道画为什么这样红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你惹不起的人 你 你难道是地下世界的 你这个大傻逼 你最想黑死我 李哥李哥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是那边的人 否则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招了你呢 你大人不记小人过 就不要和我计较了吧 别来烦我 谢谢李哥 谢谢李哥 你大傻逼 我这么深 老德云 你干什么 这是我 咱马上找人 走啊 我们走 行了 李哥出来 哟 李老突然是半账半款了似的 肯定是干了什么叫不得人的够子 现在有钱了 所以想算就我们了 你有钱收购雨飞工作的公司 我应该去办公司的股份跟雨飞了 居然还想叹除雨飞 你怎么办呀 岂不说我只是一个船船怎么贵的 公司的事我从来我都不查 就算对事是我干 难度我 你不就是个吃点饭的吗 咱们都得意什么 你别忘了 你这条狗屁都是我先生救的 我们还大点在家里住了三年 这当离婚了 你就跟我和拆调 你就是买点吧 少他妈咯才说好人 老子辛辛苦苦在外面出了真钱 是 正在楼上 就凭你们两个看不起的蛮力 我每个月贷回来的钱 什么时候少不了了 你们两个住的房子我买了 然后呢 陈雨飞的婚内出轨 找了个有钱的小白脸发这条七楼 你还让他跟我离婚 我扫地出门呢 我去吃老子 我扫地出门呢 跟你们这种软饭硬吃的外界有相比 没有资格跟我在这说一句话 懂吗 兔崔崔崔 我该听得到你了 你这条狗帮我 李乐 你竟然敢打我吗 我不光是我们家养了一条狗爸 保安 从今天开始 陈雨飞不再是三个狗子养人 带着他喝吗 谢谢 陈雨飞不 好的 拜拜 你干 你打了我一霸装 我女士张豪 不会照顾你的 你别以为你现在风光了 就可以在我明前要我将会 你会付出代价吗 这样走了 我快进去放了 这里 让他们喝 你 喂 我父亲邀请你今晚来我家做客 你来吗 那既然是陈大小姐的命令了 我就姑娘不如昨面了 好 拜拜 不得还不错 出面不及 可惜 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有些意见 伤识面 你家变身一个死人 有什么意见 就赶紧说说吧 说 什么 三秒 几天 到底是什么 我叫贺欣 我也是 雪莲的首领 赫兰天 你不能杀我 雪莲的把气 也敢在我面前摆动 赫兰天是吧 他最好他们一辈子当做错误鬼 赶出来招人献验我第一个杀 三年没杀人 恭喜你 成为我三年归了他的什么杀 杀你 你是爱人们令和 你是他的 老公不是内心的 解决战士 说 为什么杀成为 有些是 那一是出家 爸爸说我的体验的 试掌精神 我只是打了钱 半次呀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你啊 帮我们家度过这个困难 爸爸说明天请你一起吃饭 哪多不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哦对了 明天八点到公司 帮我个忙 什么 不告诉你 秘密 明天你就知道了 陈瑞 你要干嘛丢不丢人啊 陈瑞我喜欢你 做我女朋友吧 我有男朋友了 以后你不要再来纠缠了 他就在线上 什么 不可能 就是他 有事 我们好哥交流过去玩一下 对路 小子啊 你胆子不小啊 陈瑞这样的女人是你这种穷雕是能拥有的吗 对路 跟我走 先跪下吧 我让你跪下听不懂吗 你就帮我加班一下男朋友 他太烦了 我给你带了安心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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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瑞这样的女人是你这种穷雕是能拥有的吗 对路 跟我走 先跪下吧 我让你跪下听不懂吗 就凭你 也陪在我面前勾叫 好 有意思 在领海 没人敢跟你跟我说 你是一个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什么豪文富二代 可我知道你就是一条工地斑斑的狗 一条老子把你弄死都不会有人替你身冤的狗 拿什么头 上 上 上 喂 喂 吕乐 陈总在郭苏遇到了麻达 你能不能来帮帮他 喂 喂 吕乐 陈总在郭苏遇到了麻达 你能不能来帮帮他 好 你胆子够肥的 出错 就你不欢迎简单人导 平时在我酒吧我对你算客气了 该打折的时候我给你打折了 但是这位 可是我舅舅的客人 我舅舅是什么人 你心里非常清楚 林哥的手下在我酒吧喝得好好的 你把他手下打得脾气粘综 什么意思啊 林哥 周玉玲 这老家伙手下自己对我动手动脚 能怪我 放开我 这样吧 一碗 就一碗 只要你陪我一碗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怎么样 啊 就一碗 只要你陪我一碗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怎么样 啊 你心不想出来 毕竟你请我愿 也不 也不算没空 但是你们几个大大人欺负一个小姑娘 一点扑不过去吧 你呢 你怎么来了 谢谢 这是你都不行 太好 小子 今天这事别说是你了 就是陈里海来的 他也管不了 这个牛先动手打的我 我不然又有点说法 不过分吧 啊 一会儿我们两个在快活的时候 你在旁边看着 想想的测诈 哈哈哈哈 这事 我不硬 我 不硬 我 去吧 我 去吧 我 去吧 你是真理 你是安地尔格最强战士 林浩 别怕 我保护你 喂 亲爱的 终于使得给我打电话了 我在家呢呀 那我们去哪个会呀 我只是跟你说一声 我们分手吧 待会儿啊 我来把车拿走 什么 你什么意思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没什么 就是我和我爸妈说了你的事情 他们说你出身太低了 就是盯上我们家里的钱 觉得我们不合适 别江峰 你别这样 我是真的爱你 我现在去找你怎么样 我对你玩腻了 懂吗 我女人多得很 一抓一大把 实相的话 接下来就别纠缠我了 喂 喂 你非要 你怎么这样 你不行 我都几天能吃东西了 那是给你这里好吃的感觉吧 妈 我后悔了 我后悔看你了离婚了 我想回忽 喂 李乐 我们出来见一面吧 喂 李乐 我们出来见一面吧 没什么好见的 我和你们一家子人 不再有任何联系 叔叔救了我一命 我照顾了你们三年 给了你们一套房子 也算两不相欠了 不是 我是真的有事要和你说一下 我现在已经出门了 我们约个地方吧 就在你公司门口那个咖啡厅 没什么好谈谈 李乐 我和咱们分手了 他就是个人渣 其实吧 你们母女也差 分掉也挺可惜的 互相都要去祸害其他人 我们复婚吧 我这一次一定好好和你在一起 再也不想东想西了 我们好好过夫妻生活 只要你愿意 晚上我就可以把自己给你 我们一起生个孩子 好不好 这三年你们是怎么对待我 我想你清楚 从我签下了离婚协议书的那一刻 我们之间就彻底结束了 我知道我知道 是我不懂珍惜 是我贪得无厌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房子我留给你们 我们之间绝无可能 沿静于此 你自己好自为之 今天把话跟你说清楚 从今天开始也划清界限 以后我不干预你们的生活 你们也别来找我 明天是我的生日 我打算办一个生日party 会邀请一些同事和朋友 你可否上脸过来玩一下 生日party的话我就不去了 但是我可以给你送个礼物 那如果你送的礼物不满意 你可必须得来party 放心吧 包您满意 陈达小姐 老板 在你这边看看没问题吧 没问题 随便看 但是 你可不要随便触碰啊 如果万一不小心弄坏 这是一百二十万的手术 你买得行吗 我买了 小伙子 你之前可是在工地上搬砖的 你来我们这用过货 你可别让我胸开心啊 这可是一百二十万的手术啊 你买得行吗 龙腾银行的黑色令牌 你怎么可能拥有这块特殊的令牌 那你可卖呢 卖 迷迷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最喜欢的果丸蜂蜂 你怎么知道的 你喜欢就好 老大 不出三日 江桶家就会破产 搬得不错 还是喜欢 当初搬家的时候 李乐放在家里的东西都在这了 这些都是我爸留下来的 当初医生说 我爸要是万一把李乐送到医院 恐怕李乐就死了 这人就是白眼狼 这人就是白眼狼 有了钱就忘恩负义 他也不想想 他这条命是谁救的 是 是不是两回忆费呀 是 是宝贝 肯定能败好多钱 怎么样 这块玉佩值钱吗 宝贝 架是连城的宝贝 宝贝 架是连城的宝贝 这块玉佩能卖多少钱 爸 你想把这个玉佩卖了 是有这么一个打算 如果你卖的话 我出五百万 不 我听说这玉佩是一段 如果你家里还有一个的话 我一定卖了 我出价两千万 有了有了 我没想到 这东西居然就用我值钱 值钱就放在杂货队里 我现在就去给你取来 我和你一起去 咱们到时候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怎么样 行行行 那么多则 牵手 为什么 你 我 我最后问你一遍 这两块玉佩 你们你们是怎么得到的 我说 是我以前的女婿 李乐身上的 他三年间受了伤 被我先生救了 然后这玉佩 被我先生藏了起来 不过他现在已经 跟我女儿离婚了 他跟女儿没分给过气了 女婿啊 我说了 少哥为什么 就是死在临海城 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 原来是安夜阁最强的战士 林浩在这里 这两块玉佩 他就是安夜阁最强战士啊 中了 想办法联系 这两块玉佩的主人 我在临海城的他 给他三天的时间 如果超过三天时间 还找不到我的话 就等着收两句十里面 喂 回头看看 我是在刚才接到了一个电话 我想你应该很有兴趣 我在岁连卧底已久 所以这个情报不会有错 我刚刚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岁连杀手排名第一 地下杀手排号宝排名第十九名的 鸟人才来的一个电话 他手里有两件东西 我想你应该很有兴趣 两个人和两块链牌 一个人叫陈宇飞 一个人叫吴金莲 发心吧 你们不会死的 毕竟陈宇飞 长得还真有点不错啊 等我收成一个礼乐 我会把你俩送起 最恶之场 那里的场啊 最喜欢像你这样的 新鲜货 一路快救我们 快救 快救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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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来了 还有一个王牌最强的 果然不会是曾经的王牌最强者 这么自信 广望 你就没想起啊 为什么我这样一个杀手排号码的第十九人 居然敢挑衅你 敢约你出来吗 别人下去 别人下去 别人 公美贵 快出来吧 傻瓜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我和他 是一伙的 公美贵你 你被害血连组织 全然不会放你的 血连头目我都被 你 你 你来处理 唯 好 全味道小姐 江湖家虽然已经破场了 他们好像找到了新的口水 现在跟我家企业竞争 全是因为下族的关系 我真是个人家 就家企业一个 老族产业 我不是家族产业的关系 我早就跟他对着干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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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 请问 我哥回家请你共进口餐 你的 从哪儿都有你小孩子 我求你 你故意不得了 你在这儿影响我十个月 好 好 你小子 还有点能耐 李乐 跟你说这么说 我平时挺喜欢画画的 看你收起来不错 今天可以跟我当一天也挺不错 当然 对 我也要去 李乐 以后离陈瑞远一点 她成的是我的女朋友 以后也只能手机 江鹏 你别太过分了 李乐是我请了免费度 我当人挺模特的 你不要太过分 是你死屁烂免费要跟他过来 你要再乱说话 请你出去 好吗 李乐 我大概花两个小时左右 可能因为点累 你坚持一下 等我们花完了 这种庆祝大餐 好 那个 你能把衣服脱了吗 嗯 我们主要是花气肉的线条 我还是没害羞 你怎么害羞去 我倒是无所谓 我就把我脱了之后 你看我成 嘿 诶 听说你要过生日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不会 给他吃起碗而已 你喜欢就好 哈哈哈 李乐 你应该也准备礼物了吧 拿出你的礼物 看看呗 轩瑞啊 之前我送给你的那个 只是一个日常商品 我给你买的礼物在这 这不就是一个房卡 怎么 你想让陈瑞 他去睡一觉 陈瑞啊 我一直想给你送点什么 但是有时候到送上 我信我 就直接给你买了个房子 这个房子地址是 澎湖南路六十九块 都是方说好的 别说购啊 直接过去 澎湖南路 你知道 那可是 林海最贵的房产 而且 是靠海 甚至都是别墅 哎 动辄算千万呢 你知道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你该不会 你该不会做了什么 微拔断机的事了 我的钱 是我光明的 钱怎么来的 你这个孙子 太野心了 你追陈瑞 是为了 是为了接近陈瑞的爸爸 你家里已经破产了 你需要通过他 拿到一个图展资金 就好了 我没听过你的说话 今天 我让你死了 你和你女朋友宣称 你要把陈瑞追到手 拿到他的图展资金 我就傻了 对不对 这视频和照片 你不会回来吧 你又开了一个小公司 他现在是你唯一什么店舍 你的那个跟你说 三天是两天 一杯 雷达 我错了 我不该算计陈瑞 请觉你刚才会受我 滚 怎么就让你干 我真的错了 小公司是我的门 我不能失去啊 哈哈 哈哈 找你女朋友 以后我不要她进来 啊 啊 啊 找你女朋友 以后我不要她进来 啊 啊 李天爸是谁 你怎么知道她 她是另外一个要业公司的总裁 不是什么好人 你不用多管 我并不想多管 不过 她发了条消息给你 你别担心我 我自己能处理好 到底怎么了 公司的资金来源 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李天爸是我的追求者 一直对我心怀不轨 这次她好像找到了靠山 想够夸我家企业 李天爸的靠山 是一个叫雪莲的组织 普通人接触不到 她打算拿我的企业 逼迫我嫁给她 小心 你别着急 现在最主要救人 我老婆现在连七星都没有了 怎么救 你相信我 我有办法 你老婆只是休客 只要用客出的手法 一定能让她好站起来 只要你能把我老婆救回来 啥事都没有 要是救不过来 你们今天都给我陪赠 好好好 你先帮她扶起来 好 好 来 来 来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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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兰 你没事吧 我以为我们要阴阳两阁呢 你这瓜娃子说什么鬼话呢 桂兰 你没事吧 我以为我们要阴阳两阁呢 你这瓜娃子说什么鬼话呢 我看你巴不得老娘去死 外哥 你看你老婆也醒了 现在也只是一点皮外伤 一会儿我们不得送去医院 好好做个检查 您不会为难我吗 不会 当然不会 小兄弟啊 可能是半是神医 要不是小兄弟出手的话 我恐怕还真的把我媳妇给 拖出去埋了 怀死我了 我以为我真的要撞死云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 让我今天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瞧你这话说的 按照你爸的意思 让我可是你未来老公 跟我你可以先手 这位小兄弟 可否交个朋友 这位小兄弟 可否交个朋友 我好像并不认识你吧 小兄弟不要误会 我叫林笑天 刚才见到小兄弟医术过人 想要请小兄弟帮个忙 我家老爷子身患重病 长久卧病不起 现在更是命在旦夕 若小兄弟能够出手 必当重金相谢 林笑天 你是林氏集团的人 在整个清中市 林氏集团可是占了半边天啊 怎么 你家老爷子生病 没有更好的医生去医治 没错 的确是林氏集团的人 这位小姐刚才说的也不错 我林家若是想要请人治病 自然是能够请得来 只可其老爷子得的是怪病 好了 你把你电话留给我 明天一早 我去看一下 不过事情说好 我的诊金很贵 只要小兄弟能够将老爷子的病治好 我们林家必定重谢 哎 陈里 你快回来啊 乘机和圣经集团出了事情 你把今天那两个人做了 在下面的做 我妈 常理说的 圣经集团怎么都没有生产项目呢 我看你的消息不灵通 你还在骗妈呀 今天早上才给我来电话 对我说得清清楚楚的 她其实很没事 别担心了 公司的事情我能处理好 这几天我已经联系了 去联系黎世纪团队了 只要这次机会的成功 生日纪团队就安良不了 你还在骗妈呀 我都打听过了 不知道什么人在背后捣鬼 这次竞标呀 生日集团根本参加不了 哎 我听说那个林天爸 给你隐蔽一次 一起求求他呗 哎 我听说那个林天爸 给你隐蔽一次 一起求求他呗 妈 你说什么苦话呢 林天爸是什么样的人 你难道不清楚呢 你让我去求他 那岂不是 这个集团 可是我们成家的根本 那要不亏了 他是我们这家的生活来源的 我们欺负上大街上流浪去呀 林氏集团增标吗 阿姨 这就我有办法 交给你 你算什么东西呀 你做不上天的人 我说出去的话 你一定会做的 哎呀 我信你个屁呀 我相信所有人都会相信你 你就是个活浪费 妈 你说话太过分了 林氏同事也是我朋友啊 哎 我听说呀 那里天爸来都不小 他手下呀 还有班太阳阳 要是你们两个成婚 大时候真有好得发的 我说我能拿下我一定能拿下 请问李神医在吗 是 我叫林孝天是来找李神医的 你可能找错了吧 我们这儿没有什么神医啊 原来是你啊 这大晚上的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找我了 夜晚待房一天冒陌 不过李神医答应出手 自然不能带来 这是李乐玉麒麟 假设延程 希望李神医能收下 玉麒麟 哎呀 玉麒麟 这可是好东西 你哪儿挺相信的 这病还没犯了 就这点送你 那就归了 不过 这玉麒麟 不够的手 为何 李神医落手不敢收下 那我还倒是有些难为情 拿来吧 这么好的东西 为什么不收 人家又是半夜来还 这样就不收了 我就看不起人家 既然礼物已经收下 那我就先告诉了 明天我亲自来建立神医 妈总 李乐 李乐 你要是真能把他们家老爷子的病治好 说不定啊 您是集团的竞标 还真能拿下来 阿姨您就放心吧 我说能拿下来 就肯定能拿下来 我们家老爷子病情处杂 恐怕也只有像李神医这样的生物 才能够入一肢之法 哎 话可别这么说 病我还 病了 我还没有看 我也不能够保证能够治 李神医说的没错 只要能将老爷子的病治好 不管多少诊间 我都可以治疏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而是老爷子所患的病 多为复杂 我们还研究了许久 依然没有研究出结果 老爷子的病 多为古怪 我实在是 无能为力 你不过是收出忙碌 这种病 肯定不是你能够治的 我说林大少 我来你们林家 是给老爷子看病的 但是现在有人阻挡我 证明你们不相信我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别不打扰 李神医留步 李神医可是我亲自请过来的 我相信他的医术 林大少 像这样的年轻人 恐怕是不顾正业的 懂得一点皮毛 又想要在众人面前展现一番 老爷子的病情 要是那样容易治愈 我们又怎么可能 疯眉苦脸的 我刚才已经给老爷子看过了 老爷子并没有做什么会儿病 只不过身体极度虚弱 进入了一个休眠状态 我只需要用北斗七星针 给老爷子开气 他就一定能够好转起来 北斗七星针 北斗七星针早已经失传 而且这种针法极为玄妙 你如此年轻 怎么可能会北斗七星针 那不知前辈 可否借银针一用 北斗七星针 真的是北斗七星针 放心好了 老爷子我还死不了 不过被这个小兄弟针灸之后 感觉身体也倒是好了不少 果然是神医 李神医 嗯 你对我们林家有恩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我林家必定答应 报答得好也不必了 我已经说了你们的一七零了 怎么可能再提其他要求 刚才是我有点不住 没想到得罪了神医 希望神医不要怪弃 哎 林了 你把我们家老爷子定吃好了 他给了你不少钱吧 钱他们都是费的 不过我没要 咱们已经收了人家预期领了 再拿人家钱财 太多了 林了 你真是吃力乖乖的汪浪费啊 你去的时候我怎么听你说了 那林家要不缺钱 他将有的是钱 你告诉你 你爸 你治好了 他给你钱 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 你这人都好 并给人家治好了 合作也没拿回来 那钱钱都没拿回来 阿姨您就放心吧 林家的项目我肯定拿到手 我信你个大魔鬼啊 就会吹 也不看看你几斤几两 陈瑞的公司要是破产的 你有多元混多元 啊其实李乐已经拿到了 林市集团的合同 你以后就不要在里面谈了 公司的事情我能处理好 他拿到了 他要是拿到了 早都过来全要了 他有私下里告诉你 看这种蛮紧跑火烧的人 你怎么会相信他呀 你好了吗 你说话太过分了 哎李总你怎么来了 我呀弄了一对亲同学 听说说他也喜欢这东西 我呀就给您送过来了 哎呀 这可是纯金的呀 你看你总太破费了 这当我怎么好意思呀 哎 你这么慌还过来来我们家 这样吧 让陈瑞陪你去吃个饭吧 妈 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难道不清楚吗 他可是安泰11的平常 是咱们收视集团的死对头 他可是安泰11的平常 是咱们收视集团的死对头 你什么时候跟他这么说 人家是吃饭人 我还怎么不知道 人家是来送礼的吧 我亲友不收之礼 那你还要天天让我 看着球回了脸 陈总裁 你很想要给我回来 我们虽然是上下山的背手 但我对面可是一见钟情啊 你给我闭嘴 我已经有老婆了 放下东西就抓紧滚吧 毕竟这里是陈家 你说的没错 这里是陈家 不过 我走不走 跟你这个废物 又有什么关系 况且你只是一个废物 根本配不上陈瑞 也只有我 才能配得上陈瑞 你放屁 我告诉你 陈瑞是我未来老 你要是敢动他一项 我让你端子角色 小子 你是不是活跃了 表达太飞头上洞 小子 你是不是活跃了 表达太飞头上洞 没想到这里这么热闹 神医 圣氏集团与林家合作的 那个项目 合作已经一定好了 有时间咱俩可以去过目一下 原来是林大少 你也不在此 刚才有些失礼 林大少不要见怪 李老板 我知道你的安泰药业 不过不管怎么说 安泰药业毕竟是小公司 李神医可是我林家的贵宾 你最好好处为之 林大少 我们安泰药业 肯定得着我林家 有没有得到我林家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为我得罪李神医 好好好 既然林大少的这么说了 我自然 都进去炒一份 炒一份 什么 意思就是每一道菜都炒一份 就按他的意思 都炒一份 放心 我都能炒 这不是乔金饭 留着了吗 什么时候 你会这样 来龙八龙吃饭 你付着这些 炒一份 什么 意思就是每一道菜都炒一份 就按他的意思 都炒一份 放心 我都能炒 这不强奸犯李乐吗 什么时候出的监狱 来荣华楼吃饭 你付得几钱吗 哪来的 不过在外边叫我 李乐 说你一样的 陈瑞 你还不知道吧 现在和你坐在一起 这个人 是个强奸犯了 而且是弥奸 你可得当心了 别上了他的当 对了 介绍一下 这位是李家的李少爷 李天霸 你认识的富翁 但是真的多 陈瑞 何必和这个丑鬼 在一楼吃饭呢 我跟天哥 想邀请你到五楼 一起去享用午餐 不知道 是否有这个荣幸邀请你 我们天哥 也是非常期待呀 我跟天哥 想邀请你到五楼 一直去享用午餐 不知道是否有这个荣幸邀请你 我们天哥 也是非常期待呀 你可真是这帮 所谓的富二代身边的狗腿子 加上你这身衣服 我活得就像一条狗 李乐 你 李乐说的没错 我完全没信 跟太监似的 没想到什么 李乐 你这么说 是不是有点过分 想他 这句高级传说 也是你们的地 李乐 我让你看一下 什么叫实力 朋友来 把你们老板叫过来 然后 把他们多请出去 这儿有我处理 你先下车 这儿有我处理 你先下车 行老板 他们在这儿 已经让我十月了 以后还让我回到这里 进去 最好是他们给我消失 对不起 小店照顾不处 打了二位 进餐了 没必要道歉 这个人就是个强奸犯 社会的渣渣 不用给他们道歉 直接胡走就完事了 美女 先到我的室里了 老家伙 你怎么敢动我 你要不想在这儿吃饭 就滚出去 我不插你这点生意 如果还想在这儿吃 就给他们两位道歉 你要不想在这儿吃饭 就滚出去 我不插你这点生意 如果还想在这儿吃 就给他们两位道歉 你让我给他两个道歉 请走 你疯了吧 我们走 起来 我记住了 还有你 早上有一天 让你趴在我装上 来求我 梁飞兵 小店 出入不周 被梁飞兵多有打扰 今天 这个饭 我们会为你们免干 凡晴这位公主 到六楼一去 你们这位贵宾 也可以在六楼一餐 走 走 这位贵宾 建国爱建国 王二这家战胜的方法 刚刚建国 你的王二这家战胜的方法 刚刚建国你的王二玉佩 就已经认出了一个人了 你说他就不是人吗 已经退出寿命了 就建国这家民伴的 会许只有建国 我之过是无名小博人 在暗议之后 就排断了一千多号 组队 在之前认识的时候 我深出现场 能保护最后面的 就已经不错了 我紧密的时候 浅现了冲击 所以选择了会议 说起来 我在意的时候 你还是方法更好 喂 李勒 来临海九楼一楼聊聊吧 不然的话 我们会对你身边的人出手 抱歉 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抱歉 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李勒 听说你在追查 九年前你入狱的真相 如果你想知道 这件事情的真相 我们就坐下来聊一聊 一起吃吃饭 聊聊天 陈瑞 你先吃 我去处理一些事情 李勒 你算什么东西 记住了 这是林海 你们不想让我 他心去做 心虚 没什么好心虚的 这件事情 已经代官定论了 你翻不了 只是觉得 九年过去 你也起码释放球篮 这件事情 就让他过去了 对你网络 有好处 当然 如果你想继续追他下去 追他下去了后果 你可要考虑清楚 你可危险 没用 我查不查还用不到你来管 李勒 这顿饭是为你点的 这瓶红酒三十几碗 加上这些菜 这一桌怎么也得四十几碗 今天不管你吃不吃 这顿饭钱 也得坐了再走 服务员 你好 请问有什么吩咐吗 这顿饭 他买单 你可别让我付钱 你是想靠我付出钱出仇吗 李勒 你不会连几十万都拿不出来吧 你们现在的消费一共是四十三万两千 不过因为蓝钦先生是我们这儿的国金会员 可以享受七日优惠一共 我的会员卡不给他使用 你把他那部分扣的给说 这个是可以在你们边免费吃饭的价格 你们老板曾经说的 但凡持有黑色令台的人 不管消费多少 一律免贷 你们老板曾经说的 但凡持有黑色令台的人 不管消费多少 一律免贷 请 你怎么让他走吧 请付款 喂 蓝钢 李勒那个车 还想继续这张赛 放心吧 喂 蓝钢 怎么了 喂 李勒 你待会儿能陪我去一下古董拍卖会吗 男性缠着我 想要和我一起去 我有点担心 他会对我做什么 行吧 我自己去换过 在复生商场 好 夏瑞 我知道你喜欢古董 你到时候看上什么了 尽管跟我说 夏瑞 我知道你喜欢古董 你到时候看上什么了 尽管跟我说 不用了 谢谢 如果有我喜欢的东西 我会自己拍的 别这么客气嘛 这次你会到林台 我约了你好几次都约不到 没老师在上台 我都跟我爸妈提过你了 他们对你非常满意 不论是工作 还是家庭 还说什么时候约你爸妈出来吃饭呢 蓝钢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不喜欢你 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你从高度开始就说你有喜欢的人了 怎么不拉出来溜溜 我们快进去吧 拍卖会快开始了 我等人 夏瑞 喝了 成父亲 我亲信的 他在你们 最后 他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拍不拍怪你什么事 好歹我一开口就是几千万 你呢 一个在监狱里面待了九年的人 恐怕都没见过这个数字吧 你现在能拿出五百块 你要有种 举个牌试试呗 五千万一次 五千万两次 八千八百万 八千八百万 是这三百万 他怎么会有八千八百万 他拿得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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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够证明他拿得出来吗 他拿得出来吗 他拿出来就亏了 而且这双子估计是故意和我抬杠的 我就让他拍下来 看他怎么下台 既然李乐就在这个地方 你现在就有时间的人过来吧 待会儿就把他给我办了 有道理 送给你 你都送给我 对啊 你不是喜欢吗 你是因为我喜欢才拍的 对啊 要不然我拍的干嘛呀 我就不行了觉得 不行 这太贵重了 我不用说 之前因为我的原因 让你遇到了微信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补偿你 而且以后还比不很多吃吃掉 麻烦你 你现在李乐收了吧 你先回去 我还有事要提的 我做腿 李乐 你自己先回去 我还有事要做 拜拜 拜拜 大哥 有事咱好商量 我肯定全力配合 别叫 也别说话 可以啊小子 林海的富二代 你挨个等着的面 你怕事不知道怎么 谁让你来找我的 这个你不用管 你跟我走就是 好 走 进去 进去 胆挺肥呀 到现在一点都不慌张 你有什么资格 站在我说话 先跪下 我再慢慢的陪你玩 天哥让你跪下 你听不懂是吗 是你个狗腿子 传话倒挺及时的 你他妈说什么呢 所以你们今天叫我过来 就想打我一顿 不只是打你而已 我们是打算羞辱你 先跪下和我们说话 我还说话 你给我松开 你可是学员的人 我要是工人 他 他抓通 你给我等着 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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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是 没有 我还来说话 你记住我 说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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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 你怎么在这 我男朋友来相亲 我还不能过来看看吗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哎呀 感谢我成瑞大小姐的帮忙呀 没事儿 你都帮我那么多回了 小意思 那行 没事的话我就先回 你也再回去休息 拜拜 明天见 明天见 拜拜 觉得是 老大 怎么样 见到他 他特别发生了一些争执 不过没有表现 你没有发现我 你天爸不是说 他可以同手打赢十几个混合不受伤吗 这根本不算什么 我们血连任何一名杀手都能做得到 他估计就是天生力气大而已 明天继续想办法和他无欲吧 然后拿到他的微信 想办法把他约出来 你约一个男的出来应该没问题吧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可以去 早些解决他吧 这只是我们顺带做的事情而已 那何必要等了这么久 我现在就把他约出来喝一杯 然后把他给解决 帅哥 你加个微信呗 你要加我微信 对啊 我想要找个帅哥请我喝一杯 当然如果您愿意的话 晚上我愿意陪您 只需要一万块哦 喝不喝酒 我知道我喝的 你腰了就是想喝的钱 好紧 那去我家吧 那你安全一些 那个 可不可以先付钱呢 你等完事之后就起到你了 小气 那啥 走中午 我叫蓝蓝 蓝蓝 名字好听 人找不到票 你为什么来做这个 这个来钱快嘛 反正我不是做的人 我回到老家 也没有人指导我做了 到时候 长远不下了 啊 这么久 什么钱 在哪啊 这里安全 什么 什么危险 对啊 车费你可得付给我 今晚都是我们客人给去的 那必须的 那边 就在那边 走啊 哎 别跟我着急嘛 待会儿到我家里 你想怎样都可以 盯了我们这么久了 该出来了吧 不错 居然能够发现我 真是低估你 还挺淡静的 放开那个女孩 她不是你的购物吗 我如果收购了 我们讨好价格 一万块 一碗 我最起码的回味才行 你要是想要的话 回去 我讨历的回味 真是护制者不畏 也是 你这种普通人 觉得一个人把身体 混混 就很厉害 可惜 你还有一根烟的时间 说一眼 顺便 选择你 这种死的反正 我才会 有人让你杀了 现在才后知后知 有人出了一千五百万 但是我觉得你的命 不止一千五百万 既然出了 就顺道解决一下 你现在还有半个眼的时间 说一眼 地下杀手 排行榜 第四 风行者 罗炮 对吗 你接触过地下世界 你在监狱里接触的 这个不用你管 现在 得到我问了 谁派你来杀 你老实交代的话 我能让你死得快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到底是什么 像你这种级别的女人 长得好看 身材 你如果是为了钱呢 肯定会有大批的富豪公子 过来包养 你根本没必要去杀 在这儿说 罗浩出息 身边必须要有美女相处 身边必须要有美女相处 并不能猜 所以现在 我倒是很想知道 到底是谁让你们来杀 年轻人 很淡定啊 既然知道我是地下杀手 还好老子 那你还在这里 大方的男子 想知道谁让我来杀你的吗 想知道谁让我来杀你的吗 等你死吧 等你死吧 我就告诉你 四伯爹 你等我不来 我会不行 开不来帮忙 我如果是你们的话 是不会选择动手的 海民第三的杀手 红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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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认识他 那我们就是朋友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可以告诉你 是谁让我来杀你的 是谁 蓝星 她勾搭上了雪莲手里的女儿 你应该 还不知道她是谁吧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呀 他是消失了几年 曾经血洗血流组织的暗玫瑰阁 最强战士啊 居然是她 居然是暗玫瑰阁 最强战士 平安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的 我带你去找蓝星 搞定了 怎么样 处理干什么 你说的 你他妈想害死我 你知道他什么人吗 你居然让我去杀他 你别让我去大力 行了 别到了 再到一个好座 好的 你不认识 你他妈知道他什么人 你居然让我去杀他 我看你是不想活 别别别别 失望吗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谁啊 跟你不住呢 不是九年前的事 问你什么就赶快说 别那么多废话 这次捅你腿 下一次 跟你闹 我说 我说 九年前是我们陷害了你 因为当时你的公司风筒 实在是太大了 和你年吧 和我的家族企业 就有着生意上面的竞争关系 当时我们又是同一行业的 是竞争对手 需要抢夺客户群体 所以我们就在一起商业着 怎么对付你的企业 最后 我们才想到可以陷害你入狱的方式 除掉你这个竞争对手 当时你跟爸 找到其他几个竞争对手 联合设计了之前的事情 我们家族因为和你是直接竞争的受益者 所以当时也参与了进去 当初 我们通过一种特殊的艺容技术化妆 假扮成了你 把那个女孩带到酒店里面 你见了她 再嫁祸给你 那么 我酒里的迷药 是谁下的 当时我们买通了你的助理 他把你的酒杯进行了交换 下了迷药 再和我们串通好了 把你和那个女孩运动到了酒店 后来的事情 你也都知道了 你入了狱 你的公司 也瀕临破产 我们的生意做得风声嘴起 李天堡 这件事情 过去的九年 你现在 我现在 你也让天堡 这一天堡 李天堡联合几个公司的企业年会 什么时候去行 啊 下个周末 下个周末 等企业年会的时候 你跟我一起去 到时候 你把真相公布于众 你如果不去 死路一生 我 你他妈听不懂人话是吗 我去 我去 李辣 你这个强奸犯 我们几家企业在这里联合 搞交给年会 不是你这种杂鬼 在那个地方 你们两个 我赶出去 在这里 所有人 都认为我是一个强奸犯 九年前 迷奸了一个姓白的女朋友 但是事实的真相 真的是你们想的那样 今天 当初是被陷害的 而陷害李勒的人 就是李天爸恨我 当初有李天爸主导 穿着老和李勒的助理 一起陷害李勒入狱的 后来的事情 大家也都知道了 李勒和那个女孩 因为被我们下药 在酒店 确实发生了关系 然后事情到大 绕得满城截肢 当初我害怕李天爸 事后不认账 所以我留下了当初我和他 商议时候的录音 谢谢你 帮我解决了李天爸 他们家族昨天就破产了 一定是你让人做的吧 他们本来就有犯罪做假账的记录 肯定是被彻查了 李勒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收拾收拾 回临海城去吧 去盛世集团 会有人给你安排工作 然后 再找个好人家了 记住 以后对你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 我们下午前 我下午前 我